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后 当楚怀王令宋义 范增和项羽共同领兵出征北上旧赵之时 英部和蒲将军便以将军的身份率部一同前往作战 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 当阳军 蒲将军皆属项羽 使季项羽本计 接着 当项羽兵便夺取大权之后 当阳军 英部和蒲将军便正式隶属项羽节制 由此 二人也正式成为了项羽麾下大将 之后 项羽便带着蒲将军和英部发动了巨鹿之战 项羽以杀青子冠军 威震楚国 明文诸侯 乃遣当阳军 蒲将军将族二万渡和 就巨鹿 使季项羽本计 期间 英部和蒲将军又是作为楚军先锋 率先发起对秦军的进攻 而巨鹿之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 那就是楚军取得大胜 项羽顺利成为诸侯联军上将军 约未成 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 君张南与秦战 再破之 使季项羽本计 这里的内容又是讲的 在巨鹿之战后 项羽率领诸侯大军继续进逼张寒 于是迫于无奈之下 张寒遂派人和项羽谈判 但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 并未谈判成功 由此项羽遂下令蒲将军率军攻秦军 与之战于张南 大胜之 此后就是项羽在率大军攻秦 由此迫使张寒举全军投降 项羽乃兆秦部蒲将军计约 秦立足尚众 其心不服 至关中不听 事必威 不如击杀之 而独于张寒 掌使心 都未易入秦 于是储君业绩坑秦族二十余万人 新安城南 史记项羽本纪 这里的记录 则是指的那场 发生在秦末的新安屠杀事件 当时项羽军挟持着二十余万秦军降族 到达新安后 迫于各种原因 项羽遂昭部和蒲将军商议 最终得出结果 当杀之 于是二十余万秦军 一夜之间全军静默 而在之后 关于蒲将军的记载便没有了 蒲将军这三个字也在未出现过 是生是死 无人知晓 单从上面的六条记录中 我们就能够看出 英部和蒲将军在西楚阵营中的位置 一直都是很特殊的 二人一直都是频繁地出现在关键时刻 并且也是项羽隐为支柱的人 当然了 从一直冰属的情况来看 既然项羽本记中 在这里不提龙居 钟离妹等人 那就说明 在当时项羽麾下 英部和蒲将军 其实还是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 所以这或许也是后来 英部封王离开项羽 自成一派的原因 由此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 蒲将军呢 按理说 蒲将军此人的战功几乎是堪比英部 从最开始首先带人投奔项羽 这就是从龙之功 接着项羽兵变 蒲将军和英部则是继续支持项羽 这更是大功 再就是巨鹿血战 蒲将军和英部作为先锋大将 功劳之大几乎仅次于项羽本人 其后进击张寒军 蒲将军更是一人领军大破之 最后心安大屠杀 虽说名声不太好 但是能够参与到此次密谈中 就足以看出蒲将军在当时的地位了 所以 为什么之后英部能够封王 而蒲将军就是消失无影了 何况自张寒投降后 几乎就再无大仗 总不能是储君进攻函谷官时 蒲将军战死了吧 而论战绩 论功劳 论能力 论和项羽的亲密关系 蒲将军又有哪一点差于当时的英部 同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蒲将军如此重要的人物莫名其妙地消失 天下之人居然无人有意义 由此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所以我认为 唯一较为合理的缘由就是 蒲将军还活着 并且一直都活着 因此并不为他人所奇怪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推测 关键还是要有史料之称 说完蒲将军 再说一位和蒲将军有类似经历的汉初功臣 即蒲侯陈武 先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 关于陈武的记录 以将军前元年率将2500人起削 别救东俄 至坝上 二岁十月入汉 积其立下军田记 公侯 在这里 陈武的记录是 以将军的身份在秦二世元年 率军2500人起于削县 而后别救东俄 到坝上 应该就是诸侯军齐聚咸阳之时了 其后记录是 二岁十月入汉 很显然 这里的二岁十月 应该就是指的汉二年十月 那么再看之前的记录 没有一句显示过 陈武以将军的身份在刘邦麾下 而在汉二年十月入汉 便说明 陈武是在此时 才加入到汉军中的 最后 则是参与到齐国战役中 随着大将军 韩信大破齐楚联军 由此遂以攻封侯 当然了 这些只是说明了陈武问题的一方面一句 下面再看一条记录 楚军出兵姬王黎 大破支 佩公尹兵锡 御彭越昌义 殷语巨公秦军 战不利 桓志肃 御刚武侯 夺齐军 可四千余人 并知 史记高祖本纪 这里记录的是 巨鹿之战后 刘邦领军向西直扑关中 而后刘邦军在昌义和彭越军相遇 一同进攻秦军 但战事却并不顺利 于是刘邦遂领军去往宿地 刚好遇到了刚武侯 便夺其部署四千人 并入自己麾下 而这里的刚武侯 也有史家做过分辨 集结 汉书因一约 功臣表云吉扑刚侯陈武 武 宜姓柴 刚武侯 宜为刚侯武 很显然 这里的记录说明刚武侯 就是后来的吉扑侯陈武 又或者说 刚武侯的正确读法 应该是刚侯陈武 因为刚侯 正是陈武死后的嗜好 而太史公这里 应该是刻意做的一种修饰 所以按照这里的记录 刘邦早在秦二世三年 就与陈武见过面了 但问题就在于 既然刘邦都强行吞并了 陈武的军队 那么在此时 陈武又为何没有 归入到刘邦麾下呢 而在看之前 公侯表中 关于陈武的记录 既没有入秦之功 也没有回宫三秦之功 更没有姬项羽之功 只有参与过 齐国之战的功劳 所以陈武应该就是 在汉二年十月 加入的汉军阵营 如此岂不是太史公 记录的前后矛盾了吗 对此我认为 还是要更信任 太史公的记录 所以 公侯表中的记录 应该是没有错的 而此时 刘邦并陈武部署的记录 也应该是没错的 那么造成这种 相被记录的一个 较为合理的原因就是 陈武此人的身份 太过特殊 导致刘邦 只能夺取他的军队 而无法让其归属自己 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陈武去哪里了 而再回想起 前面所说的蒲将军 自从新安屠杀之后 他就消失了 如此 他又去了哪里呢 所以现在 就到了将陈武和蒲将军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了 换言之就是 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事实上 在千年历史中 存在这样一问的人有很多 而其中能给出 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也是我认为 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就是在 《两汉刊物补仪》中 记载的观点 朴者 齐封国如陈赫费侯而目之 魏费将军 盖举齐封国尔 费姓也 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如同之前 刘邦在宿地 遇到陈武时的记录一般 那里用的是 陈武的嗜号 所以这里的记录后人便认为 所谓的蒲将军 便是如同后来 封为费侯的陈赫 被记为费将军一般 而吉蒲侯中 单取一字 便刚好是蒲将军 当然了 在那本书中 并不是只著名了这一条依据 陈武侯状 以将军起靴 别救东厄 至罢上 人杰暗武五本传 而蒲将军事 颇与此相应 起靴云者 为蒲将军将兵 属相粮起削也 石载与浅蒲将军 救巨鹿 而不言其救东厄 按张涵为东厄 在蒲将军 以兵属粮之后 其武时常别将兵 网救东厄 而使师载 其适于 不然 即表魔书巨鹿 为东厄尔 使幼载与浅蒲将军 再破张涵君 与岁入 至细兮 则表所谓 至罢上者也 官此 蒲将军为陈武无疑 以上 才是那本书中判断 蒲将军就是 陈武的根本理由 按照这里的描述 在公侯表中 陈武是以将军 自领 部署起于薛县 而蒲将军 则刚好也是 自己领军 与薛县 加入向梁军 当然那时候 刘邦也去了薛县 因此 陈武和蒲将军的记录 在此时 基本是一致的 另外 虽然史书中 只记载了蒲将军 参与了巨鹿之战 没有参与之前的东俄之战 但是按照东俄之战 发生于蒲将军 加入向梁麾下之后 因此 蒲将军很可能 也是参与了东俄之战 当然也有可能是 公喉表中 记载的内容有误 错把巨鹿记载 为了东俄 再加上史书中 又记载蒲将军 攻破张寒军后 跟随项羽 入关抵达戏地 而陈武在公喉表中 又记载 为道达坝上 所以两汉刊物补仪中 便认为 蒲将军 就是指的吉蒲侯陈武 此后蒲将军 则再无出现 而陈武却在汉二年十月 突然投向汉军阵营 由此一切就很明显了 虽然目前还没有 非常明确的记载 可以证明 陈武就是蒲将军 但是根据前面内容的分析 勉强可以认为 蒲将军就是陈武 而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 汉二年十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让蒲将军陈武 突然弃楚归汉 十月王志闪 史记秦楚之记月表 这里的闪 应该指的就是 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闪现 很显然 此时的刘邦已经率领大军 冲出了寒谷关 直扑鹏城 如此 蒲将军陈武 可能就是项羽 特意留在这里 从而作为防守汉军主将 但是很显然 蒲将军陈武这次 并没有阻挡汉军 反而是加入到了汉军中 转头攻处 很多人或许会问 蒲将军陈武 不是和项羽关系很好吗 怎么会如此就 汽楚归汉了呢 这就要结合我开始的时候 说的那些内容了 在当时来看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 蒲将军都是项羽 麾下唯一能够和英部媲美的大将 可是结果呢 同样出身 同样战功的英部被封王 而蒲将军呢 很显然并没有封王 所以蒲将军陈武会甘心吗 另外按照我的推测 蒲将军未能封王的原因 应该是和他在宿地被刘邦夺军之事有关 当然了 无论如何单凭功绩而言 蒲将军都是不差于英部的 所以项羽只封英部而不封蒲将军 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蒲将军的事 所以也塑造了陈平 韩信等那些原储君将领 对于项羽刻薄寡恩的印象 至于其后齐国之战就不必说了 大将军韩信一意孤行灭齐 或许是个人的想法 亦或者是快撤的建议 当然更有可能还是大将军韩信 为了那些追随他的人们 君不见 蒲将军陈武不就是靠着灭齐之功 才拿下了最后封侯的资本吗 而在最后的该下之战 蒲将军陈武的位置便又是非常特别 五年 高祖与诸侯兵共击储君 与项羽决胜该下 怀因侯将三十万自当之 孔将军居左 废将军居右 皇帝在后 将侯柴将军在皇帝后 项羽之族可十万 史记高祖本纪 汉武年该下决战 大将军韩信作为总指挥 自领三十万大军 对阵项羽十万大军 而后分裂三军 韩信自领中军 孔将军领左军 废将军领右军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后面的记录 这里的柴将军就是陈武 而陈武领军协同刘邦及周国等人 坐镇后方 从齐国之战后 陈武差不多就已经被大将军韩信收服了 而陈武作为当年参加过巨鹿血战的蒲将军 此时却放在韩信的后方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 此时陈武的作用 或许就是为了盯着刘邦和周伯等汉军中央主力 以防止韩信所属的齐军在对阵储君的时候 汉军背后突袭 不过幸亏当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不然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当然这到底和陈武作镇后方有没有关系 那就不得而知了 目前也都是猜测 此战过后 大将军韩信被封为楚王 去楚地 而数十万骑军则在大司马丁赋的运作中成为汉军 如此陈武这个大将军韩信的嫡系部将 也就貌似无事可干了 之后随着汉政权封赏功臣开始 在庸齿被封侯之后 紧跟其后的便是陈武了 六年三月秉身 刚侯陈武元年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汉六年三月秉身日 陈武受封吉仆侯 而被封侯了的陈武 貌似也就被闲置了 不过作为当年在向良时代 就是大将的陈武 他能这么甘于平凡吗 所以自然是要给自己找点事做 只不过这次陈武着实把事弄大了 殷父姬西灵丘 获知 展西 德西丞相承纵 将军陈武 都尉高四 史记将侯周伯世家 这是汉十年到汉十一年爆发的 汉初最大的叛乱事件 也就是大汉北境最高军事统帅陈希反汉事件 此意 刘邦几乎是调动了全国之兵来攻灭陈希 才勉强扑灭了这次叛乱 但如这里将侯周伯的传记中所记载的 当周伯击败陈希后 所勤获陈希麾下的一元将军中 居然也有个叫做陈武的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吉仆侯陈武呢 史家并未解释 但我认为 这应该就是陈武 只是史家实在不知道应如何记载这段历史 所以便刻意没有详细说明 为何 因为大家始终都要明白一件事 陈武这个人其实是没有被史家认可的 而只是因为有些事确实绕不开他 所以才勉强在这里陆入 因此虽然这个人有问题 但在整部汉初历史中 包括后来的几处记录 我们也都能可以看出 汉初能够叫做陈武的 并且有资格参与到陈希谋反事件中的人 也就只有他了 毕竟陈希也是当年受过大将军韩信节制的将领 而他陈武自然也是 更关键的是 陈希姓陈 陈武也姓陈 所以这里的记录也就不奇怪了 而让我真正感到困惑的 则是接下来的记录 汉十年 信令王皇等说物陈希 十一年春 故韩王信父与胡奇入居参和 据汉 汉史柴将军姬之 史记韩信鲁婉列传 春正月 怀因侯韩信谋反长安 宜三族 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和 汉书高帝纪 从这里可以看出 到汉十一年 虽然陈希叛乱并未彻底扑灭 但陈武却重新以将军的身份又回到了汉庭 并领军远征 亲自斩杀了逃亡匈奴的韩王信 由此 这也算是陈武以此功重新获取了汉庭的认可 更准确地说是得到了刘邦的认同 润月己有 入代底 群臣从治 上一曰 丞相陈平 太尉陈伯 大将军陈武 玉使大夫陈仓 宗正陈颖 朱须侯陈张 东谋侯陈兴居 典克陈阶在拜颜大王族下 汉书文帝纪 以上 一直到吕后病逝 在迎接汉文帝即位之时 陈武才再次出现在史书中 并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此时陈武的身份居然变得如此尊贵 成为了汉庭大将军 而且从上述记录中也可以看到 陈武在此时的位次 居然是仅次于丞相陈平和太尉周伯 而且还高于三宫之一的御史大夫张仓 那么这期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但我们能知道的就是 此时的陈武已经是大汉帝国军方 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是吉蒲侯柴将军击破鲁迹北王 王自杀 帝入于汉 为郡 使记其道会王世家 军北王兴居文帝之代 御字姬匈奴 乃反 发兵御席行养 于是召罢成相兵 以吉蒲侯柴武为大将军 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 汉书文帝记 这两处记载 又都是记录的一件事 那就是发生在孝文帝初年的 军北王谋反事件 汉孝文帝三年 大汉改制 由太尉冠英就任丞相一职 并去除太尉官职 太尉一切职权 军属丞相府职长 由此丞相冠英之权 急速扩大 童年匈奴 大举范靖 汉庭遂以 丞相冠英领兵八万五千骑 北击匈奴 不久 匈奴便退走了 依然还是童年 其帝继北王流星鞠 趁冠英领军北进之际 公然反汉 于是孝文帝为了制衡冠英 遂令丞相冠英 回军长安 并重新以吉仆侯陈武为大将军 令其率四将所统十万军 东征冀北王 很快 陈武便击灭冀北军 活捉冀北王 由此 冀北国遂灭 然后关于陈武的最后 在史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 后元年 侯武轰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汉孝文帝后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163年 陈武病逝 而此时距离刘邦建国 已经足足过去了将近四十年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 陈武此人究竟是何等的受长 对了 这里还要插一条 关于陈武的其他记载 立志孝文即位 将军陈武等一约 南越 朝鲜自权秦时内属为臣子 后且拥兵阻厄 选如观望 高祖时天下心定 人民小安 未可复兴兵 今陛下人会辅百姓 恩泽加海内 一级市民乐用 征讨逆党 以一封疆 史记律书 在这里的记录中 大将军陈武 居然在与孝文帝商议 可否派军远征四疑 尤其是南越和朝鲜 并以其都视先秦的陈属为理由 虽然此事为孝文帝否决了 但于此我们也能看出陈武此人的气魄和雄心了 总的来说 蒲将军陈武此人身上的谜团实在太多太多了 从个人独立势力突然转头向梁 而后再追随项羽打赢巨鹿之战 灭秦之后 却又是转头刘邦反楚 接着在封侯后 却不甘心做一副家翁 又和陈锡反汉 不成后又归汉 接着又率领汉军远征杀敌 以大将军的身份迎接汉文帝 并辅佐汉文帝征战四方 可以说 陈武的一生 确实是精彩 当然 他的儿子也不消停 汉孝文帝六年的淮南王谋反之事 他的儿子因为参与此事 虽被废 剥夺了其吉普侯国的太子之位 但是陈武本人 却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他死后 汉廷依旧为其嗜好 约刚侯 刚 强义果敢约刚 追捕钱过约刚 一周输 显然从其嗜好中 我们就能大概看出 汉廷对于陈武的定义了 足够勇武 有名将之风 然却是存有大过 所以也就只能是刚了 而对于陈武为何没有被史家单独列传记载 目前最大的可能 还是因为他的经历太过曲折 当然他的儿子造反失败被废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过好在 虽然蒲将军陈武没有被史家列传记载 但史家终究还是将他的各种传奇故事都记载进去了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 蒲将军陈武虽然是西楚详将 但因为他的功绩确实很大 所以依旧被汉帝国官方列入了十八元勋功臣之中 并且排名第十三 最后的最后 我的这些讨论和推断都只是一家之言 并不足以真正成为定论 关于蒲将军的真正身份还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 完 请不吝点赞 讨论